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线 这次版中版设计的六副战术牌组 里面除了有很多好料外 也随之办了几点赠奖活动 让许多新手加入宝可梦卡牌 而今天的代言是 牌组改造 就是针对这类的起始牌组 做些简单的调整 使其更加顺畅 虽然离赛场的强度有一段距离 但而是和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同乐 这边也要先打个预防针 这次不会六副战术牌组都进行改造 主要是因为部分牌组本身已经相当完整 真的要加以改造的话 直接拿上位的牌型来参考就好 而首次要改造的是这一个 首先我们看到这边是完整的一副 巨前螳螂X 这边看到的牌张顺序 可能会跟大家实际拆开来的有些不同 也有自己也有参加几点赞奖活动 所以现在拍摄时 是已经有先打乱过在整理的 另外这边则是我们要加入的 先放旁边 我们首先来看到会保留的卡片有哪些 首先费电塔螂4张不要 然后我们要留2张的巨前塔螂X1张不要 帝亚零4张留着 金属怪3张也留着 苍翔1张不要 帝多兰恩也不要 炸马安特V也不要 对宝可梦的话我们留这些 然后再把它排名一点 再来物品卡2张巢穴球留着 2张的好友宝分也要 高级球我们这边留3张就好 1张是不要的 宝可梦交替2张留着 厉害吊杆2张留着 硬硬束带一样留2张就好 1张不要 这边是物品卡跟宝可梦道具的部分 一样再把它作小版面一下 接着支援者4张博士连就都留 4张奇数也留 竹软的霸气 哦这个就不用了 老大的子弟2张留着 全金组实验室2张也留着 最后能量的部分 它一共有给14颗我们留12颗就好 另外2颗不要 那这边稍微给大家截图一下 宝友的卡片有46张 剩下这14张是不要的 我们要换成别的 接着来看到新加入的14张 首先我们4张的飞天螳螂 把它换成HP70的 可以让好友宝分抓出来 2张惩戒之简的巨前螳螂 1张我们路卡溜御主的皮肤螳螂 萨玛兰特1张 光辉甲和人蛙1张 好友宝分2张 高级相分1张 害怕2张 这边14张是要加入的卡片 这边46张 这是原本有的卡片 我们接下来把它整合在一起 再来进行我们的排组介绍的部分 首先我们飞天螳螂放到4张 这边叫飞天螳螂改成HP70 撤退无需能量的 除了被困绝石可以先推飞天螳螂上去 让我们接下来不管做哪只打手都方便外 HP70也可以更好用好友宝分抓出 让我们的铺场更加顺畅 2张的巨前螳螂EX 这副战术牌组的核心 藉由刚之一第一招打70减伤50 加上印翼束带跟全金属实验室 一共可减少110的伤害 必要时可以用十字破坏 给予最多240的伤害 先攻第二回合如果顺畅的话 可用这招直接昏绝而基础 两张巨前螳螂以及一张匹斧螂 部分打手更换成这个螳螂的进化链 有着一对手场上特性数量 来打出不错伤害的巨前螳螂 也有一对手背带区数量 来打伤害的匹斧螂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用巨前螳螂来输出 能量需求较低也避免掉两张降伤卡 而应对现在的领支大空洞有匹斧螂 可轻松昏绝我们落点为斗的泰勒巴格斯EX 还有放到一张战马兰特 为了避免飞链螂没有及时的铺出 还是放了一张不用进化的战马兰特 伤害能有220是最实用的钢属性达兽 铁亚铃放到4张 金属怪放到3张 天能方面选择原本的金属怪系统 不过这副其实没有这么仰赖他天能 如果铺藏有限的话 会先以飞链螂为主 再来我们补了一张光辉架荷人蛙 这副牌我觉得最缺的就是他 能量给了很多又两张厉害吊杆 却没有大尾离过齐鲁烟可以抽绿 放一张的光辉架和人蛙的话 就可以火化整副牌啦 这边是我们宝可梦的部分 再来是我们物品卡 首先好友宝分放到4张 巢穴球我们放2张 高级球放3张 高级相分我们放1张 对的这边是我们铺场 跟拿进化宝可梦的方式 铺场方面由于被列螳螂改成HP70的 好友宝分数量也调整到了4张 而打手上因为螳螂为一阶进化 故XPAC选择了高级相分 当然XPAC选择没有一定 想选奢华炸弹或宝可生技术A配合减伤都行 巢穴球戳到的话 就主要拿来叫出光辉夹和人蛙 再来2张的宝可梦交替 跨位的部分放到2张 因为非列螳螂测对无需能量的关系 想减少只放1张也行 就看你自己怎么调整 2张的厉害吊杆 虽然能量需求减少 但1张将上卡的打手变多 所以维持2张不变 硬硬束带我们放到2张 支援者方面我们放到派帕 有了派帕后可以更顺利的拿出来 不管你要贴在巨链台狼EX或巨链台狼身上都可以 这边就是物品卡跟宝可梦道具的部分 再来进入到支援者 博士研究4张 奇数4张 派帕 绿牌的支援者放到这些 将竹篮的霸气改成派帕 能更准确抓出草耀宝分或高级相分 其余博士研究跟其数量则是不变 2张老大的指令 巨链台狼EX有着240的优秀伤害 加上屁股 台狼可抓泰勒巴克斯EX 所以老大的指令还是相当有用的 2张全金属实验室 除了巨链台狼EX以外 巨链台狼跟詐马兰特也吃得到 让一张交叉卡得他们的坦度往上提升 最后基本高能量我们放到了12颗 高能量减少2颗来到12 配合我们打手能量需求减少 也能更加魔战训练家对于支援的掌控啦 以上就是这部牌 全部的60张卡片 接着来到我们操作重点整理 首先我们铺场部分 会以飞天堂狼为主 如果你的物品卡有限啊 会以两张飞天堂狼为优先 其次才是天雅铃 再来如果你有抽到草屑丑儒化 会以光辉甲赫人蛙为主 这样子会是比较理想的铺场 再来我们会以巨前堂狼最主打手来进攻 当你手上有较多减伤的时候 才会选择巨前堂狼EX 面对到灵芝大空洞则做批斧堂狼 并配合厉害吊杆来续战 巨前堂狼EX如果要打十字破坏 是最多丢弃两颗能量 如果判断巨前堂狼下颗盒还在 可先让巨前堂狼填到三颗能量 这样我们拔掉两颗之后 就还会剩下一颗 我们下颗盒即使金属怪没有翻到能量 还是可以直接手填来持续输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副牌组改造啦 改的我觉得算简单又明了啦 如果大家真的找不太到这个HP70的飞天堂狼 可以持续使用HP90的没关系 不过铺场方面可能好好保分就是两张 巨前球则改为四张这样 给大家参考 最后一样喜欢我影片的话呢 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唷影片结束 掰 感谢观众也ог Saying will happen disse赞拜托 感谢观众也订阅 相机来 Presley